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股市總之鏈 今天是農曆7月3號星期二 農曆7月的第二天 從上個禮拜以來 教育老師跟各位講什麼 我說台北股市7月份大跌 那接下來農曆7月會更可怕 那今天是農曆7月的第二天 台北股市跌了161點 我不知道各位你到今天 你是不是還是在懷疑 教育老師講的話 我說大空投行情就是這樣子 每天給你希望然後再給你絕望 可是到了昨天教育老師是這樣講的 我說這一張字卡教育老師要稍微改一下 因為這個每天給你希望 這句話就沒有了 為什麼 因為跌到昨天其實你已經可以很明顯的看得出來 沒救 沒救 是不是 好 今天台北股市跌161點 指數沒有很多 指數真的沒有很多 161點 以現在台北股市17000多點 連1%都不到 對不對 但是你去看 上市加上跪上漲的加速只有438家 下跌的加速高達1583家 而且今天跌停板的檔數比漲停板的檔數還要多 你說你的股票都在這邊 哦 那我也給你拍拍手對不對 對不對 絕大部分的股票都在這裡 不是嗎 你看這個盤有多恐怖 對不對 我們先講一下 我們今天一個燈而已 好 然後呢 你看這一檔創委 對不對 這一天不是什麼股東會 對不對 說產品要漲價 結果一個反彈是不是最佳空點 蹦 跌下來 我們今天回補了很多很多的股票 大部分都是電子股 因為我們之前蠻手電子股 對不對 因為很多的電子股它已經跌深了 對不對 像這個 比如說明天 因為你看它短線從這裡跌到這裡 已經跌23.6%對不對 今天我們還沒補 但是明天如果再開低 我應該就會把它補掉 因為放空就是這樣子 它從高檔會這樣一段一段一段 的跌然後越跌越多 所以你要利用反彈再去把它空回來 好 那我們今天補了很多很多的股票 我們等一下第二階段再講 那我們做什麼樣的動作 我標題寫得很清楚 我們第二階段再講 所以我跟各位講 這個盤你會發現它就是那種 大豬小豬落獄盤 大豬小豬落獄盤 輪跌啊 利多能夠保證股價會漲嗎 昨天不是說這個 中國大陸它現在要封那個 空港 不是封海港 封空港 因為他們疫情嚴重 所以這個貨運轉單大增 航空業貨運轉單大增 華航 昨天幾乎可以說是一架鎖到底 長榮航 幾乎是一架鎖到底 鎖幾萬張 各時百千萬十萬鎖二十萬張 鎖二十萬張的股票今天怎麼走 今天連開高都沒有 鎖二十萬張的股票今天連開高都沒有 我告訴你 你問我 你要怎麼賺錢 是不是 那華航呢 一樣啊 華航昨天說幾張 更多 二十五萬一千五百八十九張 說二十五萬張的股票今天連開高都沒辦法 重點是今天台北股市一開高指數還是漲的 那我問你你要怎麼賺錢 是不是 昨天台北股市之所以只跌四十一點是因為它 台積電嘛 我說台積電昨天從跌八塊拉到漲四塊拉了一百多點 所以台股昨天能夠從跌一百七十幾點 最後只剩下跌多少點 四十一點 昨天大家不知道什麼原因為什麼這樣拉 對不對 好 新聞出來了 原來喔 台積電得到Intel的大單喔 我再跟各位講一次 美國人的單很難吃 你吃它的單 你接它的單 你的毛利率就得下降 你還記不記得 為什麼之前台積電法說會會雙綠雙降 就是因為我們不是去年 什麼車用晶片缺貨 我們經濟部出來喬一喬有沒有 喬一喬啊 對啊美國人有車用晶片可以拿啦 問題美國人的車用晶片毛利率都很低的啊 就像你接蘋果單絕對毛利率低 你毛利率只要一高他就殺你 對不對 這利多嗎 利空啊 越接 你排擠掉肥單嘛 誰的單好賺 以前華為的單最好賺 那個真的那個毛利率是高 反正無止盡的下單嘛對不對 因為他們國家在他們後面當支持嘛 不用錢 對不對 你看那個紫光之前花錢如流水對不對 所以現在破產了 是不是 他們的單肥單啊 這單難吃啊 對不對 所以充其量這不能算利多耶 這未來會拉低你的毛利率跟營益率的耶 所以你看今天台積電跌回來 是不是 然後呢 我說Intel才是美國拜登的親兒子嘛 對不對 這個是 就是 親兒子還沒有長大 你就去比喻一個店一個地主 他今天要耕田對不對 可是呢 Intel還沒長大啊 他還是要耕田啊 他就找人來耕 這個時候需要他 不然就把他比喻成對不對 他可能他叫牛嘛 對不對他要耕田嘛 對不對 你看月減16% 那 聯電呢 上禮拜五 對不對 這都指數股喔 上禮拜五 七月營收創新高 就從這一天開始 股價變開始跌了 跌2% 昨天開高走低 今天再跌 這樣跌很多喔 盤中跌4%多 是不是 還有這個 有些分析師很莫名其妙 整天在那邊喊說要霸佔被動元件 整天都說被動元件會起來 我之前就跟各位講了 法說會變法會 這是七月二十七號國劇召開法說會 說什麼 來 董作的陳泰明說什麼 需求火熱 五成訂單無法被滿足 我之前常跟各位講一句話 我說那一年 六月六號那一年 陳泰明說看壞了 股價234塊 有些老闆的話要反過來聽 來 需求火熱 五成訂單無法被滿足 這一天 從這一天一根長黑棒 一路往下灌 一路破底 那我問你啊 你還要做什麼 真的今天台北股市跌161點 以前就算跌300點 你去看這個漲幅這邊排下來 都還有很多的股票可以看 今天來漲幅第一名是什麼 來 文化創意貴 什麼地心以利太宇 什麼太尾 大宇之流原 流原做那個很漂亮的 有點像玻璃的那個 你有啊 VHQ 你有是不是 好 那你來看一下跌幅排行榜 來 跌幅排行榜 航運櫃 金融櫃 能源概念櫃 LED 長榮集團 IC製造 鋼鐵 挖礦 半導體 電競 鋼鐵 塑膠滴潤 八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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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一點點的風吹草動 照光杯的 你還記不記得 去年還是今年年初的時候 只要台鼓有一點點風吹草動 照光杯的 馬上像青蛙一樣溫水跳走 教委老師你放心 煮不到我 水滾了我就跳走了 那我問你 真正鼓災來的時候 我問你現在水滾了沒有 我看很多人應該是已經滾到受不了了 昨天不是那個什麼長榮公布7月 你說萬海公布那個Q2EPS 我就看到那個很多網友 已經是持有航運股的人 已經是火大了你知道嗎 就是對我們這種航酸 已經是口氣非常的不客氣 我跟妳講 以後漲到500塊 嘎死你們 你們這些航酸不要在那邊酸 怎樣怎樣怎樣 有本事你就空 是不是 在那邊酸怎樣怎樣 那個口氣已經很差了 之前還可以談笑風聲對不對 現在口氣越來越差 我就說真的簡直是莫名其妙 對不對 我們當航酸為什麼 教委老師跟各位講過 是為了要真正幫助你不是嗎 你說那些市場上那些做多航運股的分析師 黃鼠狼給雞拜年 他不就是想要收你進去 你有航運股了 你來找我對不對 我一定會帶你賣在一個比較好的點 請問一下那個好的點在哪裡 教委老師就跟你講 不必 我直接在節目上幫你 賣掉就對了 賣掉跟著教委老師去放空 我們最近每天都在大獲全盛 你自己去看那個中小型電子股跌多慘 是不是 然後我們今天獲利回補一堆 我們甚至我們的普惠五檔被我換掉四檔 通通獲利回補 獲利回補 獲利回補 就這樣 放空就這樣 然後你去看有再多的利多 都沒有辦法支撐股價 為什麼 因為趨勢就走空了 對不對 可是你去看 至今為止 每一個分析師除了嘉惠老師以外 現在市場上真的只剩下嘉惠老師 一個空頭 對不對 其實他以前有在放空的 跑去做多航運股 對不對 之前說要買面板股 面板股一跌馬上隔天不敢講 對不對 還有一些人偷偷摸摸的對不對 一下子說罵航運股 一下子又說買航運股 然後一下子又說要加到五成 然後後來又當作沒那回事 到底在搞什麼 不然就是說航運股這裡是買一點 結果航運股隔天一跌當作不知道 都是這樣子啊 那我就可以再度的確定你們滿手套的都是航運股 而且你們不想賣 你看完全複製當年國劇的模式 國劇啊你不要 我等下再給各位看國劇圖 國劇的融資你知道從1300塊跌到多 跌到哪裡他的融資才開始減嗎 跌到298 整整跌掉1000塊以後融資才開始減 也就是說整個主跌段 初跌段跌了 大家不理他融資繼續增 主跌段再跌60%大家也不理他 融資還是增 非得跌到最後 陳泰銘跟你講說 景氣差了 大家才認輸 結果那時候股價最低點 為什麼每一次股災你都沒辦法比他 結果這一次最好笑 這一次真的已經是史詩級的大跌 結果沒有人要放空 沒有人要放空 我說一句實在 我從家衛老師自己最近不是生日方案 然後什麼八八節 這兩次的表現我就很清楚 市場上意願不大 意願很差 我說OK啊 對不對 反正我就靠續約的啊 對不對 那你們都不要來最好嘛 因為我跟各位講 我喜歡在反彈的時候 跟各位講 比如說你看像這一次 我推八八節的時候在哪裡 這兩天 我從這一天開始推 我不會等到16893在這邊跟你講說 我請你來這裡放空 不對 我叫你放空的時候 我推生日方案的時候在這裡啊 你放空在這裡才有肉嘛 可是我也很清楚 我在這裡推方案的時候 誰要理我 看了懂的人就知道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在這裡推 對不對 公司在這裡推八八節 結果呢 嗯 大家也不大想要啊 因為你怎麼看都是 哎呦會反彈喔 結果跌到這裡 說不定過幾天改天破這個點 我要跟各位講以後我們不二假 不收短期不二假 真的啊 因為最近其實來加州教育老師 都是那個短期單啊 短期單就是什麼試單嘛 對不對 所以我 我今天中午我也跟那個 我們公司的同仁講 不收短期 不必 想來試單喔 那你就繼續抱著你的多單 好 所以我說喔 跌到今天喔 昨天我們股要跌翻天啊 對不對 你看跌到今天 昨天晚上多少航運股的力度 教育老師今天還是這樣跟你講啊 這我今天早上盤斥看吧 美國昨天公布了1.2兆的基建內容之後 每股隨即大跌 有沒有看到 我們對不對 代表這個通過會天崩地裂的 台股 跌勢逐漸加重 多檔中小型電子股出現重作 這樣的跌勢會持續延續 然後呢 航運股昨天公布營收 但是由於籌碼凌亂 我跟各位講很難反彈 接下來台北股市會全面大跌 這樣的跌勢只是剛開始 今天台北股市只要400多檔股票上漲 有沒有全面大跌 上漲483下跌將近1600 跌停的比漲停的多 而且漲停的很多都是除了美其馬一黨還叫得出名號以外 很多的都是那種阿貓阿狗 的這個高點是什麼 對不對 上次的這個高點你還記不記得 7月5號 拜登基建案眾議院過關 從這裡開始崩 這裡告訴你 拜登基建案參議院要過關了 會不會再展開另外一波跌勢 下個階段再來告訴你 所以我跟各位講 不要去期待這個季線 今天一定很多人跟你講說這條季線守得住 今天季線扣底位置已經來到這裡了 這根紅棒的高點 明天開始季線位置持續往上扣 這一條季線跟越均線很快的過幾天就會死亡交叉 台股一定跌到爆 現在還在季線之上絕對是一個好空點 而且我們今天補了很多股票 換了很多股票 等於你現在跟著我們 你可以跟著我們的會員 一起重新再去空股票 我最不喜歡請你們幫忙抬降 而且放空就是這樣子 你要短線跌升你就要補 補了以後利用反彈再來放空 懂嗎 下集團回來 我們針對操作的部分 繼續跟各位做分析 我們星星龍廣告 待會兒來 między日快 NO 或是 陳東東部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 政派經盈 絕不和公司派大股東逐力坐手 勾結坑沙傘布 Nick 電一定 簡實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迎命主轴 第三保证 贷金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其中 保证贷金一定贷出 陈通投顾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陈通投顾 值得托付 零儿2752 5868 2752 5868 陈通投顾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 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迎命主轴 第三保证 贷金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其中 保证贷金一定贷出 陈通投顾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陈通投赌 值得托付 零儿2752 5868 2752 5868 哇 宝宝好可爱哦 谢谢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产检 希望我们的宝宝 也可以顺利出生 哦 那你知道今年7月1日起 政府推动的 扩大产检服务吗 扩大产检服务 对啊 为了妈妈和宝宝健康 产检次数从原本的10次增加到14次 产检项目也增加 认成糖尿病筛检 及评写检验 还有两次超音波检查 要定期产检 欢迎各位回到现场 我在拜登基建案 7月2号那一天 众议院通过那一天 我告诉各位 没救 没救 因为他通过了 你不用想再卡拜登的油 你以为拜登的油是可以给你卡的吗 景气循环股永远都是肩头反转 我当时候这样讲没有人信 要嘛不是跌82% 最少也跌50几% 这还是小的嘛 那我说这一次很有可能就是80几%的这一种 后来 长龙这样子跌这里啊 我这一天跟各位讲7月2号嘛 我这一天说 他会肩头反转嘛 是不是肩头反转 我也知道很多人说 这里跌五成了这里总要反弹吧 我说凭什么 以前的国具有没有反弹 以前的国具涨到1300跌下来 你说跌五成跌到这里啊 有没有反弹 没有啊 持续往下灌啊 那为什么长龙要反弹 因为他未来会赚更多的钱 他是景气循环股 你怎么知道他未来会赚更多的钱 而且我就跟各位讲嘛 他把赚的钱都拿去买船了嘛 未来就算景气反转 反正他手中有资产啊 是不是 我EPS掉回去 我手中有资产啊 船就是我的资产 我刚好太旧换新嘛 甚至我那个旧船还可以再卖一波 对不对 赚钱怎么算都赚啊 家伟老师坚持当航酸 才是真正帮助你的人 是不是 其他那些每天跟你讲说什么 要买航运股 还要把航运股加到五成的 黄鼠狼给鸡拜年 是不是 直接告诉你卖掉就对 卖掉跟着我们来放空 你自己想想看从上礼拜四礼拜四礼拜五礼拜一 到今天礼拜二 哪一天我们空单没有大获全胜的 真的是赚烂啊 是不是 那有人说我跟你讲 你又涨到五百趴 我跟 涨到五百块我嘎死你 你知道从这里要反弹到这里就一百趴啦 你要涨到五百块哦 两百趴 两百趴 我不知道这辈子看不看得到 所以我就跟各位讲 这个跟国具很像 是不是 横盘整理十四天都在往下灌 然后接下来又有六十趴的跌幅 主跌断 我昨天说长荣有一个巧合啊 因为长荣他未来 八月十七号 八月十八号除息才可以空嘛 也是十四天 对不对 然后呢 昨天说怎么长荣赚那么多 我说哪有他烂爆了好不好 第二季涨了四倍多才 EPS才成长一点点怎么够呢 同样的道理 今天万海说 好 EPS八块多 我说人家第二季涨了五倍多 EPS才长一点点当然不够啊 所以 我劝了这么久 对不对 劝了这么多天 一个多礼拜 你劝不听 那就不要怪我了 空 万海可以空 长荣不能空万海可以空 因为万海九月七号才出息嘛 他还有时间啊 对不对 那像这个玉明 这个都除完全息了 星星 这个除完全息好像没有配吧 这个也是除完全息 那既然除完全息你怕什么 对不对 那接下来拜登的基建案 我刚刚讲过了 不是今天就明天要过 而且未来还得升息 还得减少QE 再再都是原物料传产股的大利空 所以我们电子股空完一轮 我等不到长荣了啦 今天直接转回来 载空航运股 空头大屠杀 这 只是 刚开始 我们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成东斗铺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待尽一定待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待尽一定待出 陈通团固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本宁领先动心市场 稳借获利 无往不利 陈通团固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陈通团固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待尽一定待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待尽一定待出 陈通团固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为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借获利 无往不利 陈通团固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大家好 我是阿当变医 中华台医书 助社会COVID-19 疫苗之后 可以以防感染 陈通团固 和希望的风险 目前全世界很多国 都在做